特警小队截获了一个印有龙虾图案的集装箱 本以为里面会是成敦的军火 使之打开后里面却绑着一个巨型壮汉 这个壮汉拥有一身硬邦邦的剑子肉 强壮的后背还围了一个超大好龙虾 一看就不好惹 特警们却绑着一个巨型壮汉 只能先将壮汉连同押运的马仔全都带回警局 但奇怪的是 除了能查到壮汉的外号叫龙虾 其他身份信息一概无法查询 警方只好对马仔进行审讯 然而当马仔得知自己押运的是龙虾后 直接吓疯了 并且嘴里不停地说他们死定了 随后在恐惧中一头砸向桌子 隐恨西北 队长见状明白事情的严重 决定亲自会会龙虾 另一边的四人飞机上 男人接到神秘电话 说自己驾驶10个亿的龙虾丢了 如果能帮忙找回 愿意支付5000万的报酬 男人十分好奇 这个龙虾是何方神圣 为何如此值钱 但神秘人却没有讲 直接挂断了电话 很快队长来到审讯室 询问龙虾到底是谁 可龙虾却不按套路出牌 接着龙虾还说 马上就会有人冒充联邦调查局前来接走他 队长听后根本不信 直接走出审讯室 但没一会儿 就被队友翠花告知 来了两个联邦调查局的人 要带走龙虾 队长充满疑惑的去见对方 通过对话识破了两人的假身份 眼看事情白露 对方直接掏枪 却被队长射杀一人 但却被另一人爆摔在地 危机时刻 队友及时赶到 此时的队长意识到不妙 赶紧返回审讯室 可被锁着的龙虾却不见了 下一秒 龙虾竟出现在身后 龙虾并不想伤害队长 只是表示自己掌握的信息至关重要 如果不尽快将他转移 到时整个警局的人都会死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伤亡 队长决定独自一人将龙虾转移 殊不知 更大的危险在等着他们 一群蒙面歹徒 蓝停警车 二话不说 拿起电锯就要锯开车门 此时的队长已经晕了过去 龙虾则不慌不忙 借助电锯解开手铐 做好了战斗准备 醒来后的队长 看着一地的尸体惊讶不已 突然更多歹徒冲了过来 两人迅速找到掩体 开始反击 谁知 这群歹徒不讲伍德 一个神龙摆尾 亮出车内的加特林 歹徒活力太猛 众人只好躲进警局 启动防御系统 降下所有防弹大门 严防死守等待救援 然而 没等他们呼叫支援 屋里的电力和通讯 全部中断 原来是敌人用黑客 入侵了警局系统 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很快 内部电话响起 黑老大说 只要交出龙虾 就撤掉外面的人 否则 他们的家人都将会有危险 即使如此 队长依旧没有妥协 因为他知道 龙虾掌握的信息 一定关乎这群坏人的命运 而承恶扬善 是警察的职责 于是队长立刻研究一套作战方案 先是来到武器库 寻找趁手的武器 顺便找来对讲机 解决了通讯问题 接着让龙虾脱下球服 穿在了之前死掉的假探员身上 再打开防弹铁门 引诱敌人深入 队员们则埋伏在四周 做好伏击准备 眼看敌人上当 慢慢围了上来 可突然 敌人却全部退了回去 原来警局有内奸 通过摩斯密码告了密 不仅如此 这个内奸还放了被关押的假探员 并告诉他 破坏防弹铁门的方法 但不巧的是 被赶来的翠花发现 可假探员临死前 还是破坏了防弹铁门 他们失去了最后的保护 所有在外面的歹徒 全部冲了进来 一群全副武装的歹徒 冲进警局 只为抢一个黑人 队员们死伤惨重 而其中 属女警黑妹最为刚烈 直接拉响了身上的炸弹 此时队长正带着剩余人员撤退 身后一群歹徒 依旧穷追不使 千军一发之际 龙虾扛着加特林出现 解决完歹徒 龙虾带着队长挤人 来到他发现的隧道 可在撤离时 发现翠花不见了 于是队长让其他队员先走 他和龙虾留下 去寻找翠花 然而就在寻找的途中 却被幕后黑老大偷袭 队长趁机鬼下楼梯 龙虾则跑上天台 黑老大气急败坏 对着龙虾不停射击 过程中龙虾不幸腹部中弹 好在黑老大的枪里也没了子弹 另一边的队长遇到了黑老大的女保镖 俩人展开一番激战 但女保镖实力太强 队长不低 被骑在身上一顿揍 队长不堪受辱 一巴掌扇开女保镖 然后趁对方冲过来时 一个侧身躲开 顺势将女保镖推下了楼 而黑老大也根本不是龙虾的对手 只用一脚就送起领的盒饭 最后队长找到灰迷的翠花 三人来到楼下等待救援 这时龙虾终于说出自己的来历 他曾是一名顶级特种兵 五年前 潜入黑帮坐卧底 收集了他们的犯罪证据 随后取出嘴里的一颗假牙 交给队长 所有的证据全在芯片里 之前不愿透露身份 是因为警局有内鬼 可话音刚落 翠花举枪打中龙虾 捡起芯片 拔腿就跑 没想到她也是内鬼 不过终究是个女人 很快就被队长拿下 不久后志愿赶到 翠花也被真正的联邦调查局带走 但当指认龙虾的尸体时 队长却笑了 因为这根本不是龙虾 不过队长并没有揭穿 自此电影《潜龙突围》到此结束 记得点赞关注 下期更精彩